我们这个棚的水肥系统已经做好了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细节 就是这个,大家看一下这个主管 这个主管一定要是用硬管 皮维锡的或者皮翼的都可以 不要用那种软管 那种浇水的时候 均衡度不标准 有朋友说这个硬管怎么去 连接这个 机关管 很简单的 我们用剩下的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就是蓬通法 这个和我们平时用软管 做的不一样 这个地方是带锁扣的 我们平常用的 是两头都带锁扣 这个带锁扣的呢 就是接我们这个 地关管的 或者叫地关带 接这个的 那么另外一端 这个不带锁扣的这一端 这个是要通过开孔器 在我们这个主管上 开孔 开孔的时候一般 用16M的开孔器就行 但是这个 因为这个头呢 一般厂家 标准不一样 有的粗有的细 所以说呢 你具体用16M的 还用17M还是18M的开孔 这个一定要和厂家沟通好 这个标准不一样 然后我们在这个 主管上开完孔以后 这个时候 我们是需要一个 电片 大家看 这个很关键的 包括这个电片的质量 差别也很大 然后 把这个电片呢 放入到我们这个 开孔器开的 这个孔里面去 然后 再把我们这个 庞头盘 连接上就行了 实际上很简单 就行了 就行了 感谢观看